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 图徐永明与林长佐 今天中午率领五大体改团体前往体育署抗议 记者方斌照射 记者卓家平台北报道 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 徐永明与林长佐 今天中午率领五大体改团体前往体育署抗议 提出四大诉求 群众一起呼喊口号拒绝人头会员 经查违法舞弊 但要求体育署长林德福出来面对 却只得到署长因公外出的回答 黄国昌甚至杀到署长办公室 仍不知署长行程 他提出邀请署长到时代力量党团走一趟 随时配合他的时间 将全程直播对话内容 体育署先前设置预报名系统 截止日当天收到将近11万笔会员资料 体育改联提出质疑疑是否有贯人头的现象 他们今天提出四大诉求 林德福是否有涉入侨会员 承诺安排选手李氏职位 要求调查会员名单 成立第三方选务小组 公开协会张成范本 体育署今天推派副署长王水文到场回应 黄国昌不断重复询问王水文是否知道署长乔选手李氏 以及究竟是谁在背后操盘 王水文先回答 署长昨天已回应没有逾越吃拳 至于敲盘的黑手王水文表示 他并不知道 黄国昌爷落下狠话 要体育署长林德福下台 并呛声若不处理 将冻结体育署预算 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 徐有名与林 昌左 今天中午率领五大体改团体 前往体育署抗议 记者方斌照射 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 徐有名与林昌左 今天中午率领五大体改团体 前往体育署抗议 记者方斌照射 相关影音